大部分就是这个Sum A的名称 因为我的讲义里面有个底线 这个底线如果这个有底线 后面就要有底线 底下因为这个名称是变数 变数呢你可以自己取 那可能我之前可能有打底线 现在没打底线 如果只要统一就好了 OK第一个 第二个话就是说 为什么加重 这个会加完之后丢到前面 这个为什么在这里 这边又有一个 其实它的逻辑是这样 后面加完之后会丢到前面去 那Sum A预设值是没有东西的 空的 那预设值啦 GPPA预设值有时候是给0 那个变数通常是给一个数字 那如果说0好了 如果我现在你把后面加完之后 比如说呢我加了一个 这个数字 比如说加了这个 这个这个销售V1800 加完之后的话呢 它会怎么样 它会帮我把它存在 在Sum A里面 然后再换下一个 下一个还是销售部 所以1500 那就先1800 加1500 加完之后又丢到前面去 所以我觉得同学比较会容易 convuse是比较没有这种概念 它是先执行后面的加运算 运算完之后丢到前面 前面有点像是暂时储存你资料的地方 对因为我之前发现 我之前是觉得这个好像很正常 会的人都觉得很正常 可是不会的人就觉得 这为什么这样跑 其实它就运算完之后 没有 后面运算完 帮你把结果放在前面 大概就是这样而已 OK 无论哪一种程式语言都差不多 所以很多人容易搞不清楚 OK 好 那这个地方第一个 就是有关奖金的部分 然后再来的话 我们就是convuse 所以请各位计数 再来的话 有一个范例就是 如果我希望知道这个范围里面 有没有什么呢 有没有资料 所以有资料跟没资料是 里面是不是空的 像这边有几个是空的 那我希望知道一个讯息说 这里面有几个是有资料的 有几个是没资料的 那你帮我算完之后 帮我把结果告诉我 并且丢在哪里呢 丢在这个储存格 比如说我希望放在G8 跟这个I8的储存格里面 那这个程式该如何撰写 那一样 各位看到 这个是一个范围 所以你可以套公式嘛 for I 所以这个地方我看一下 我们这边有个个数好了 假设我今天要撰写这个VBA的话 那一样我写在哪里呢 特别注意哦 请各位习惯上还是写在模组里啦 不然刚刚有同学就随便找个地方 好像工作表1吧 工作表2打开来 一样是白的 那开始打打打打打完之后 一跑 结果怎么好像不太一样哦 跑完发现不太对 如果你写在工作表也是可以打 可是除非是针对你那个工作表去做处理 是OK的 可是如果说你要各 就是大家都可以呼叫的到的 或者是说呢 将来不是只现在 那个工作表可以运行的话 那建议你写在模组 模组是一个共用嘛 共用区就对了 那理论上啊 这个其实哦 当然你未来写在工作表也哦 不过我是觉得你尽量还是写在模组啦 比较不会有问题啦 那为什么呢 基本上就是反正你放那边 大家都可以呼叫的到 而且像方选有没有 方选就是刚刚制定函数 也一定只能放在模组 你不能放在工作表 为什么 因为他放工作表的话 你在插入函数的话 他找不到了 因为但是 这有点像什么 有点像是那个区域是共用的 那工作表是你自己家里 不是公共空间 所以你放在自己家里 别人找不到 所以一般习惯是放在模组里面 那比如说呢 我今天插入一个 程序哦 叫个数 那个数的话就算几个 那怎么算哦 其实如果按照刚刚的逻辑嘛 就怎么样呢 for i 等于 for j 所以以后记得啦 反正就套公式 我习惯就是 有点最好是懒人写法 那懒人写法就是闭着眼睛也会写 就是套固定模式 大概我的程式里面都固定这几个啦 第一个是 for i for i 是列 所以呢你就按个 tab 键 for 不过可能要打习惯 习惯之后其实还会越来流畅 第二列到第七列 当然7可以用追踪的 next 习惯上一个头一个尾 然后做什么呢 在里面的会有一个for 追 等于什么 第一栏到第几栏呢 k k多少 不过特别之后你不要打个k 他看不懂文字 他只看懂数字 所以k的话呢 应该是 6 7 8 9 10 11 所以你就打个11 Enter两下 next 那做什么事情呢 做逻辑判断 帮我把什么呢 if sales.ij 一样吧 sales.j 里面的东西呢 如果等于空的 等于空的有两个叙数 等于空的这样也可以 或者是说我讲义里面是用什么 is.empathy 有没有 空的is 就是 vb 如果你不确定那个函数 是怎么拼的话 你可以打一个vba点 再打一个什么 打一个is is 什么呢 empathy 就出来了 刚刚有同学问说 老师那为什么你有些地方打vba点 有些地方没有打vba点 其实 vba点 有打跟没打都可以 那我什么时候会不打 其实就是那个 那个函数我确定是ok的 就是打反正就一定会是对的 怎么打都对 像format 这个常常打一定不会错 那我前面就不加vba 可是如果我担心说 可能这个函数我拼会拼错的话 而且我不确定这个有没有 那我就打个vba点 看一下有没有 理论上 在esale里面跟vba的函数 大概六七成吧 都是一样的 但是还是有少数是不一样的 所以呢 你就筛利用这个方式 去把它找到 is.empathy 然后呢 用什么 钱瓜糊 把它判断一下 给他这个出圈格 是不是空的 那如果是的话 他反还true 反之就是 反还这个false 那我一样 判elf 然后else 空格end两下 再一个endif ok 结构建议先打完 再来做什么 做那个 我们要输出的 不是 跟这样 我们要加总的 不是加总 是计数 我们现在不是要把里面的数字加在一起 而是要算几个 那几个的话呢 我们可以用那个 kalau这个要做变数 变数 就需要变数 变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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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这次 有抓到是 tylko 主 rank 就变数 变数 你要加的那個東西 那現在是計算有幾個 個數,不是加種 那你就加1就可以 它會先幫你,預設是0 0,然後0個加1個 幫你存在前面 加1個再存在前面 它的邏輯大概是這樣 那如果反之 有沒有,這個是As-Empty,是空的 空的是B 那如果是不是空的 那就是A 所以我底下L10就加一個 Count A 把它Count A加1,這個是 裡面有資料的喔 那最後呢,一樣Enter兩下 把它輸出到哪裡呢? 假設我要輸出到 有資料這邊 跟沒資料,所以我這邊輸出到那個Range OK,然後刮弧 去8 OK,然後呢 等於 什麼呢 Count Count A,反之的話呢,就Count B 那我就,跟這樣,應該是有資料是Count B 所以我把這個Count A 把它怎麼樣呢? 把它 翻過來 那反之的話呢,Enter一下 再把它輸出到I8 OK,這邊的話改成I8 然後呢,是Count B Count B的話呢,是 有 沒資料的 所以是Is-Empty Is-Empty 是空的意思 空的再加 好 那最後呢,做完之後呢 你可以跑跑看 理論上呢 把它執行完畢 它就會告訴你結果了 OK 有資料59個 沒資料的話呢,是7個 OK 那這應該可以理解這個吧 所以有資料沒資料 那當然底下你可以再練習一個 這邊的資料裡面 有幾個是 比如說大於10的 大於10 它其實也一樣啦 類似像剛剛的寫法 Fore I4J if什麼呢 那個Sales IJ 大於10的話 那你就把那個Count 等於Count 加1 最後再把結果丟到 這個後面來 假設輸出到K8的話 那就是 大於10的有幾個 那 有 數字個數 這個數字個數呢 在 Excel裡面是Count 可是在那個 VBA裡面 它有一個 函數叫 Is Numeric 是不是 數字啊 不過你會發現喔 我們用 假設用那個Count 統計裡面 這個在統計裡面有個Count Count裡面你會發現喔 它 同樣是統計數字 可是結果好像不太一樣 我用Count 這個是 範圍中包含數字的儲存格 那我這邊假設用這個 Count先做一次 你會發現 53個 也就是這個範圍它認為是 數字的話 有53個 可是呢如果說 我用什麼 我們把那個 VBA裡面那個函數 它叫 Is Numeric 所以我用剛剛這個好了 比如說計算那個範圍是數字的 那把這個 叫數字個數 數字個數 那其實這個L不用 只要把Is Empathy 改成Is Numeric 就可以了 點 Is N開頭這個 Numeric 這個 把它 點兩下 那 判斷一下 那輸出的話呢 其實就輸出到哪裡呢 輸出到那個 我們的 看下面這個好了 11的19 假設輸出到19 那我這邊的話呢 就是這個19 19 乾脆等於什麼呢 乾脆等於Count 假設一個變數叫Count 我把它換個名稱 這個的話就 delete掉 OK 不過你會發現 這個Is Numeric的認知 數字的認知 好像跟這個Count 我看一下我之前試過是 兩個認知 結果是 一不一樣呢 执行一下看一下 你會發現 它這個地方 居然是64 也就是它對於那個 數字的 定義 似乎不太一樣 它好像連TrueForce都把它當成是那個 這個這個數字 所以 這邊的話 即便是 類似的函數啦 對於那個 像TrueForce它可能是把True當成是 1 Force當成0 所以它也把TrueForce加進去 我們看一下 理論上 這邊 那個後面再加上一個邏輯 就是and 如果儲存歌不等於空的 那再去加 如果等於空的也不要幫我加 所以你可以在後面加上一個邏輯 這個邏輯的話就用and and什麼呢 儲存歌裡面 不是空的 不等於空的話 或者你也可以用什麼 IsEmpathy 但是你要加個Nut Nut IsEmpathy 做邏輯判斷 那你可以把那個 空白的去掉 空白去掉之後的話呢 它就剩下什麼 如果 把空白去掉 它變57 所以還有四個啦 TrueForce它也把它當 當成是那個 就是 數字來看待 那如果你要再把TrueForce 去掉的話 那可能你 就是要再過濾掉TrueForce 不過 我們大概知道一下就是在VBA裡面的 那個對於數字的認定跟在Excel裡面還是有落差 所以這個地方的話 我們主要是補充一下跟讓大家了解一下有關這個部分 數字個數 5357 OK 好那這個是有關個數 那我想數字部分 其他當然還有一些其他的 進階的一些相關的範例 不過 我們後面又還有其他的練習題所以 所以這個地方就先 數學部分 大概就先到這邊打住 那待會的話請各位 先再開啟一下那個 我們後面有關 這個 尋找與參照函數 尋找與參照裡面的話 我覺得用它來查詢 這個地方怎麼做會比較簡單 請各位可以看一下那個 那個